有一次我就寫了一篇稿子 但是老闆就覺得說 妳這個稿子怎麼會這麼糟 然後我就說 可是我已經按照妳的什麼 妳原先的跟我講的 妳跟我講的就是這樣 交代的我都做好了 而且我還截我們以前對話的訊息 結果就PO出去 這是大忌 這是大忌 很年輕的妹妹同事 她現在還是某大媒體大記者 她那時候就跟我說 燕姐 我生日期來 我肚子很痛 她大概知道我的行性 她半小時之後她還是出現 我想妳是需要問我幫忙 所以我還出來了 所以妳就算了 不會有人在意你位置有多亂 但是有一天大家就是坐在這邊 就發現 怎麼會有 而且越來越多 已經像是我們這邊 已經有它的巢穴了 於是大家就開始大搜索 早說它在哪邊 結果就在 在該圓的座位下面 發現已經放了 我們的便當 快點 對 快點不是長秋發美 對 歡迎收看 聽三十卡卡讓你的人生不卡卡 聽三十卡卡發聲 讓好事發聲 我是姊姊 我是姊姊 姊姊 我考妳幾個狀況題 好 如果今天妳去同學會 然後妳看到妳的同學 一段時間沒見 好像比較胖了點 妳會怎麼說 我說 妳最近好像吃比較好 這樣子 如果妳看到她穿她的衣服 好像顏色看起來有點突兀 不大搭 妳會怎麼說 我說今天怎麼穿那麼奇怪 如果妳的很好的姐妹濤 臉上的皺紋多了一些些 妳會怎麼跟她說 我告訴妳妳被盪了 為什麼 對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30歲 我直接想不好嗎 不是不好 這個是作為朋友很好的提示 可是這種說話的方式 在我們30歲上校的朋友 經常會出現 都會這樣 但是如果在朋友的這個習慣 待進職場 我告訴妳 你的職場一定會卡關 所以這要討論到說話的藝術 是啊 就是一樣的話 妳能表達出妳所想表達的 但是妳把這個說話的方法 稍微修飾一下 會變得好聽 所以我們今天請到的來賓跟專家 他們一定很會說話 我們首先要歡迎的是 少跟金同事 蔡子 這聽起來就不大會說話 請想跟金 我在節目上跟主持上 算是真的很會說話 但是在我人生當中 在職場中 常常因為就是跟人家應對的時候 有時候就太老實 太直接 就是很多人就說 我就是單純到像笨蛋這樣 所以就是也吃過不少虧 就是太老實了 所以今天妳要來跟我們分享 一些慘痛的教訓對不對 對啊 對 有些慘痛可以跟我們分享 好 所以還有這個 30歲年輕人的代表 瑞迪 來 歡迎 歡迎 我覺得那種一直在吃虧 然後一直什麼都想講的那種 對 我們都是有話直說的 對 有話直說的 既然有你們這邊代表 我們這邊當然來了兩位專家 所以專門教大家 應該怎麼樣把話說得好聽 但是又表達出你的意見 第一 歡迎我們的葉莉 歡迎 葉莉姐好 歡迎 我們也是濟經慘痛的學識 跟代表之後 真的 才能夠隨時隨地說出一朵花 才能獲得經驗值加分 沒錯 才能幫助自己升官加速 是 還有我們的江老闆 老闆好 我並不是一開始就當老闆 我也是從工讀生 然後員工 然後一步一步自己當老闆 所以這些整個的 整個的話術心態我都會知道 但是江老闆還有一個特殊的 什麼 因為他是法律專業 你要說法律專業 這個講話一定很厲害 對不對 所以今天你們就要來好好取經 好好跟他討教一下 所以相信現在很多 30歲上下的年輕人上班族 在上班的時候 職場上面 就覺得說 講話都卡卡的啊 到底要怎麼講啊 我們來聽聽看 他們有什麼樣的問題呢 嗯 如果你們這樣很爛的話 你們會怎麼樣 很爛 我可能會 就可能會提出一些 覺得可能可以改進的地方 看看老闆有沒有辦法接受吧 他就是會直接講的啊 是最大的 還是會符合老闆跟客戶的需求 只是還是會私底下抱怨一些 一定要的啊 等一下一定要發洩一下 不與治平 不與治平 還不錯啊 只是哪裡怎麼樣的話會更好 還不錯啊 可是可能不太適合你 下次可以考慮別的風格喔 如果說是善意的謊言 那我覺得有時候是必要的吧 如果是上司那就不一樣啊 對 那就可能必須要抱一下大腿 所以他還是有考慮到一下 對 抱大腿是很重要 所以相信我們在當菜鳥的時候 可能就會不知道什麼話該說 什麼話不該說 就有一些慘痛的代價對不對 這個慘痛代價 其實我覺得是很適合在 我們節目裡面分享 因為或許我們把這些慘痛代價 跟大家分享之後 搞不好我們電視機前面的 30歲的朋友 他們就不會再重複做了 不會把我們一犯過的錯誤 一個一個重複犯過 沒錯 其實我講話還滿不修飾的 年輕的時候很直白 很直接 就直接講了 對 而且因為工作很忙 一定要非常有效率的 把事情講完 有一次真的是吃了門窺 然後得罪同事也不知道 就跟太子一樣 然後五年 十年之後 你才知道 對 大家才說 五年 十年 太久了吧 知道事情都是以年為單位的就對了 沒錯 我講一下當時的一個狀況 那時候其實是我踏入職場第二年 然後那時候就是我們 就是要採訪一個集團的大老闆 因為他那一年 他的公司出了很多狀況 所以我們要了解 到底他發生了什麼事情 是本業不好 還是業外的轉投資不好 總之這個封面故事 本來是我另外一個同事 而且是比我資深的同事在負責 可是有些狀況 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 反正他就總之 他都一直約不到 那一位集團的負責人 所以連續好幾個提案會議 開會的時候 老闆就有點沒耐心 他說某某某 你不要坐好 你都約不到 那業力 這個老闆 你以前沒有訪問過對不對 我說沒有 老闆說沒關係 你覺得你能不能夠約到 如果你約得到的話 這個某某的故事你來做 好 來 所以我聽到這個 我就覺得恐怖的事情會發生 為什麼 當然 因為我們其實 同事的嫉妒心就來了 還有一個就是其實說不定 那個應該比你資深 他比我資深 在資深的那個 就是你的前面 你表現得很強 你不要忘了 這感覺是你賞他一巴掌 而且還在老闆面前對不對 沒錯 然後你這樣就答應了是不是 不愧是我們姜老師 對 真的 我當下不僅答應了 而且我還非常心直口快地說 老闆 這一點都不難 我就是想辦法約到 這對 這有什麼難呢 好 你這不是一巴掌 你是夾夾夾夾打了三巴掌 沒有完巴掌 因為他說這有什麼難的 當下鴉雀無聲 每個資深同事都在看我 到底能不能約到這個老闆 他真的很難約 看你有多大能耐 所有業界的人都約不到 天啊 我為了達成我的承諾 我做了很多事情 包括老闆的媽媽過世 我去吊咽他 包括我寫了一封文情並茂的信 給老闆跟他說 我多麼想要約他做一些專訪 而且如果他不接受我們專訪的話 可能會有什麼後遺症注入之類 總之我真的約到了 我真的約到了 給你掌聲 但是講講封面 等一下等一下再講另外一個掌聲 掌聲是我那一篇封面故事 還得獎了 還有 還得了一個新聞獎 但是我真的得罪了很多的同事 對不對 得罪了很多前輩 那個同事到現在跟我感情都不好 真的 這個延續下去 我覺得這個很明顯看得出來 可是這樣子就很難拿 你看像燕麗姐這樣子 她如果當時沒有她爭取說 她要約訪這個 她就失去這個機會 不過這個我覺得要看 我覺得在年輕人在30歲的時候 應該要衡量 就是你如果真的要去做這件事情 像燕麗 你真的覺得自己有這個能力 去做這件事情 你勇敢去做的時候 你後面要承擔的 你自己要先想好 我覺得應該是這麼說 你自己先知道 我現在事後回過頭去看 我覺得我犯了一個 非常嚴重的錯誤 我不應該自得意滿 我不應該毫不羞釋的 表達我的意願 我應該說老闆 那謝謝大家這麼相信我的 這樣的一個可能性 對 那我願意試試看 但是我希望跟這個 真身的同事幫忙努力 對 例如說你在講說 你願意去做 但是我是不是請這個長輩 換一個方式去講 教著我怎麼做這個事情 到時候你成這個報導得獎了 你還可以去跟長輩說 長輩真的謝謝你 對 要不是你教我 所以一樣你可以達到一樣的目的 但是這個過程當中 你做得漂亮 沒錯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這也是一個講話的方式 沒錯 這樣人家也覺得舒服 你就不是賞巴掌 而是你給人家一個好禮物 他會覺得說 他有走出外面 也感謝你 他到外面還會說 我這個徒弟超棒 沒錯 就是你看我一東西讓人家做 他就得獎了 你看這次舒服 他也覺得很有顏面 雙方都很愉快這樣子 不過瑞鼎你是直來直往 有話直說的 你應該也很會得罪人吧 其實我有最容易引發衝突 就是我跟我的前輩或者是長輩 因為有的時候 他們會給你一些要求 但是我就會覺得說 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比如說他今天他自己私心有一個 他自己想要置入的人 事情或物品 但你覺得說這不會 我覺得這已經影響到 我整個創作裡面的架構跟美感 然後我就會覺得 就硬插了一個這個就怪怪 但是我就會很直接的說 我就是不想放 因為我覺得他影響我的整個就是 就是不對 但是有的時候 因為我第一個時間反應過來 我就是這樣說出來了 結果長官就反應 所以長官會覺得你也太不上道了吧 你不知道這個跟我有什麼關係 對 所以就會導致後來我才發現說 原來因為這件事情我被他針對了 是 對 比方說有的時候 剛好跟他有工作上面的往來 他就會特別受到照顧 他特別針對你 那種照顧是特殊的照顧 對 是特別的照顧 不過這點其實可以很容易 分析得出來對不對 因為其實老闆他有提出一些想法 假設他的想法 真的不如你所預料的 可是他有出現一個關鍵字 什麼 他第一時間 對 他就是馬上 反應他就是沒有經過腦子想 但我在職場上不會這樣子 不會這樣對不對 對朋友會這樣 但是這樣 為什麼職場上妳會怎麼做 就是會先想一下 然後再 就是還是要聽老闆的話 你說要試試我來看看 對 看看說過一段時間 為什麼會覺得 再跟他好好討論一下 然後就有個疑惑 晚輩去請教 他就不會就是說 好 你就忤逆我 對 所以老闆是不是 比較喜歡這種員工 是啊 剛進職場的時候 其實比較沒有機會 直接接觸到老闆 可能是你上面還有一個主任 或者家庭 小主管 所以你在表現的時候 你可能會很想直接說 我在電梯遇到老闆 我在哪裡看到老闆 我就想要特別表現一下說 我好像很認真這樣子 可是你卻忘了說 讓他看到 對 你卻忘了說 其實這個有一層一層的 制度在那邊 所以你所做的事情 你應該要先跟你的 可能直接上司講了之後 再看看說老闆是什麼反應 不能越接 對 我是覺得 剛開始的職場新鮮的時候 必須要注意到這一點 這就是倫理 這個要看老闆 他自己是什麼個性 如果說真的是 事情很多的時候 然後大家職員工又很多的時候 他其實是沒有時間 去注意到你的 對 所以說你想表現的話 可能也是要一層一層 有你的這個上司在舉薦你 然後再一直往上這樣子 張老闆一定有類似的故事 對不對 對 我當時一開始進公司的時候 因為都要寫這個 我們可能沒有直接機會 接觸到最高層的上司 所以我們就會寫工作日誌 一開始寫工作日誌的時候 都會寫說 反正我每天做的事都很多 對 例行公事 我都是寫幾條 然後打勾打勾打勾這樣 不會去寫太多的這個 太多的其他的 對 自己的想法 因為低調一點 結果後來就 怎麼寫了一個月之後 都沒有任何反應 然後我的直屬上司就說 你要多寫一些你的建議 多寫一些建議 好 那我就改了 我就寫了很多建議 我覺得這個要改 那要改 誰不好 誰不好 是 你全部都不寫 那也是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滿腔熱血 就比較下去了就對了 因為你想說你一開始進來 低調一點 改歌從後開始 憋很久了 你知道嗎 終於有人說 對 結果寫的時候上司 就直屬上司更不喜歡我 一定的 好大 因為這個在上面的掌握 也會看到是不是 還好我那個時候老闆不錯 後來我是就 升到我直屬上司上面 所以你要這樣 所以你是跳級了 這兩位老闆跟專家 都是都有能力的 對 是整個公司的制度 還有它的整個風氣 是怎麼樣子 不過這個其實是 我覺得運氣運氣 運氣運氣 因為不是每個人說 真的這樣就跳級了 很多時候你就永止 永無創生之 通常80%是這個樣子 他就把你壓在下面 因為其實當你提出一些 建議的時候 不要忘了你是他下面的人 你提出建議 對這個小老闆 就是主任級的他來看 這等於是我的缺失 對啊 因為這個東西 要是傳到上面看 他就說你怎麼連這個都沒管好 這個對 在一個很嚴謹的公司制度下面 它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從此之後沒朋友了 對 對 從此之後就 為大家整理了有五種 你必須要學會的 直上的 有五種 對 說話的一些方式 我們來看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是工作完成時 先別急著交差 這一定要馬上回報的 對啊 這個不是完成了 就要馬上回報給老闆嗎 而且現在老闆又能Line 你一定是一做完馬上Line給他 對啊 就是表現說我很棒 完成了 上面還有時間點對不對 可是這個會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如果當你有其他同事的時候 也在群組裡面 對 這個對同事會造成很大的壓力 他們會覺得你強出頭 然後表示自己的這個 工作績效特別好 是 這個一定會有壓力 不過還有一個這也要看老闆 看老闆 有些老闆就很在意 就喜歡 他就喜歡 所以要看公司的文化 就是他就是要求 每個人都要這樣 那當你這樣的時候 其實對整個 就是你要觀察一下 你們公司到底是屬於那種 秒回的 還是下班就不回的 所以就是看每個老闆的個性 其實不太一樣 那如果說大家 你是屬於哪一種 那當然是你問問題之後 希望他可以秒回 所以都沒有人敢秒回 因為裡面還有其他人 然後還有其他的主管在裡面 對 不敢秒回 等於沒有人回 他一定要等他上面的主管 先回對不對 大概通常就那個主管回 對 下面的員工不會那麼快 都比較不敢 對 那我們來看第二種 是什麼樣的話語 客戶提案再爛也不要馬上拒絕 當然 就是客戶至上的感覺 這個很重要對不對 這超重要 其實也有點難 對 但是老闆就覺得說 你這個稿子怎麼會這麼糟 然後我就說 可是我已經按照你的什麼 你原先的跟我講的 你跟我講的就是這樣 你交代的我都做到 而且我還截那個 我們以前對話的訊息 結果就PO出去 我說是大忌 這是大忌 很年輕的妹妹同事 她現在還是某大媒體大忌 那她那時候就跟我說 燕姐我那個 生理期來我肚子很痛 她大概知道我的行性 她半小時之後她還是出現 我想妳是不是需要我幫忙 所以我還是來了 這麼認真 所以我們來看第二種是什麼樣的話語呢 客戶提案再爛也不要馬上拒絕 就是客戶至上的感覺 這個很重要對不對 這超重要 有一次我們去提案 客戶超不喜歡的 我在想那一天 她可能心情也不好 跟她老婆吵架之類的 妳就自己把她想像一個故事就對了 對 然後她就跟我說 燕麗你這個提案真的很爛 而且很花錢 她直接這樣當面跟你說 何止這樣講 然後就把我的提案 我也不知道她到底是故意的 就把我的案子直接丟在地上 我也沒有哭 也沒有去抱怨 可是你們算是有交情的嗎 之前有交情嗎 之前有合作過 合作過了 之前有合作過 所以還這麼激烈 對 我當下的反應反而是 我就會直接跟客戶說 真的很抱歉 可能短期之內沒有達到 您的目標跟想法 我立馬回去調整兩到三天 之後再給您新的提案 其實兩三天之後 我也沒改什麼 改個標題 改個執行內容 但是聽到的人會覺得說 說好 妳好像有誠意 對 要回去改進 客戶會覺得妳貼心 然後妳沒有鼓勵我 因為衣扇在我手上 而且即使我這樣對妳 妳還這麼的EQ高 其實很多的職場上 有時候這或許 它也是一點小小的測試 因為在合作未來 可能還會有很多的摩擦 對 更多 如果你現在連這一點點 你都挑戰不了 那你第一關就沒過了 但是如果我連把你案子 丟在地上 你都還撿起來笑咪咪的跟我說 我兩天後就改好給妳 真的 請問妳聽起來怎麼樣 我覺得很舒服 是啊 不管妳改得怎麼樣 我都給妳過了 對 其實妳沒改 我也給妳過 對 對 心情好嘛 接下來看第三種是什麼呢 就是老闆政策在爛 先不要公開批評 這太重要了 太多了 可是老闆應該 你們應該不敢公開批評老闆吧 我就有公開批評 你就有公開批評 你怎麼公開批評 就是有一次 其實跟燕妮姐那個案子很像 就是有一次我就寫了一篇稿子 對 但是老闆就覺得說 你這個稿子怎麼會這麼糟 然後我就說 可是我已經按照你的什麼 你原先的跟我講的 你跟我講的就是這樣 你交代的我都做到了 而且我還截那個 我們以前對話的訊息 結果就PO出去 我說是不是大忌 是不是大忌 我說你看 最近你跟我講的這些 就是這樣子 我們就是這樣子 但他那天可能也是跟老婆 孩子吵架 心情不好 他就覺得說 我就知道你改 結果就是雙方衝突 就是一觸即發 真的 對 那時候就是 後來有想想 就是有另外一個人跟我講說 另外一個主管 他就跟我講說 其實你不用這樣子去跟他說 因為呢 你只要把前面開頭 稍微隨便改一改 然後你過幾天再給他 他就會覺得說 好啦 你有改 對 就像燕麗姐這樣 結果我真的這樣子 下一次我就這樣子做了 果然成功了 是 我剛剛貼那個截圖 我就很有改 因為我們在學術界 常常會改學生論文 對 至少教授可能一個學生出來 第一版老師就改改改 改完之後就把它丟回去 學生有意見了 就很認真就改 改完之後會丟回來 可是經常我們 教授們會有一個情況 就是 可能你這樣子寫的寫法的時候 我會希望你這樣寫 可是你這樣改過之後 我可能會看一看 覺得好像 前面的那個版本好一點 比較好 那麼有些學生就很白目 就是直接 他就直接截圖 然後說老師 你明明就叫我這樣改 我之前就這樣說 你就叫我改 你現在又叫我改回去 到底你要怎樣 對 所以其實有些學生會做這個 但是其實我必須說 有的時候 因為可能是前後邏輯的關係 他真的需要改回第一版的樣子 對 我覺得學生他只看到片段 他不是整體的 所以有時候這樣截圖 其實對老師來說 很大臉 我在當學生的時候 我沒有那個感覺 就是直接對嗆的感覺了 但是我現在跟我的學生說 你可以直接這樣截圖跟我講 對 因為我知道這一點是 可能偶爾我也會犯的錯誤 可是老實說有時候還真的心情不好 對 所以我已經跟他講說 你可以這樣子 你可以這樣做 其實你跟老師講說 每一版本 我會不會把你的東西再改回去 這個都是老闆會介意的問題 可是心情還是會不好 對 老闆會介意吧 這個老闆的政策 一定會有爛的 一定會有問題的 一定也會有犯錯的時候 重點在於說公開 他公開的話 是你們兩個在辦公室裡面 這就比較不算公開 這還算是可以 但是如果是在所有人面前 會議面前就這樣公開 那還有另外一種公開 是在你自己的FB 或者是在 對 現在很多人在FB抱怨 這個也是 這個看到的都會影響蠻大的 就是那個靠北系列對不對 對 那個其實很多人都說 我丟靠北系列都沒人知道對不對 其實都會被知道 都會被知道 一看就知道是誰了 其實這個 大家都以為匿名 這個也有很嚴重的影響 是我們曾有一個女主播 她就是公司那時候有 非常大的改革的政策 她就在自己私人的Instagram上面 是非常私人 是你要追蹤 才可以看到的那種 她上面就抱怨說 公司怎麼樣 結果竟然被截圖 然後被報紙登出來 立刻被拉下來 而且冷凍 現在已經冷凍四年了 再也做不上去 沒錯 甚至現在很多公司的人事 人資部門 它基本上你在返完 就是跟你Interview之後 他們都會上你的SD 把所有的資料 檢查一次 先看你這個人 平時的發言是怎麼樣 所以真的這要很小心 好 最後我們還有看 兩個是什麼呢 第四個是 有價就放 不要怕硬掰鈴油 不管是我之前在金融業 或者是這個媒體業 我們大家都不敢請 對 真的不敢請 誰敢請 我也沒請過 我們大家都不敢請 可是我記得有一次有個同事 很年輕的妹妹同事 她現在還是某大媒體大記者 她那時候就跟我說 燕姐 我生理期來 我肚子很痛 我就跟她說 那沒關係 你今天就不用進公司 可是天啊 她大概知道我的行性 她半小時之後 她還是出現了 她抱著 她很痛 燕姐 我肚子真的很痛 可是她還是進去 可是我小年人是需要我幫忙 所以我還是來了 這麼認真 然後我剛剛眼淚快哭了 真的 很感動 因為我就跟她說 你趕快回去 我還幫她出計程車的錢 我說你趕快回家 可是你就會知道說 她真的還為了我著想 而且重點是 我們下個月就要打 每一季的烤雞了 把烤雞打課好 你看掃根機有沒有學 學起來了沒有 我看最後一個是 討人宴的同事 表面要裝一下 這個是一定要的 但是有 我知道很多 剛剛講到FB對不對 很多長官還有同事 都會想要加FB 尤其長官 我覺得長官到底加要不要確認 妳有沒有加 我有加 我有加 對 所以你們都有加長官的嗎 我是會加 因為我就覺得 就是這個人形勢光明磊落 沒有什麼不能讓大家一起加 讓大家知道 瑞比有加 我有加 你會在FB上PO一些的 不會 而且我的長官 會讓我下面留言 所以我都不敢 所以就不敢會修煉一點 誰敢 偶爾還要捧一下這樣 對 這算 這時候就很聰明 對 我跟你講 有的時候就是 你知道你的長官 會看你的FB的話 你反而這是 你一個很好拍馬屁的地方 真的 那你有沒有拍過什麼樣的馬屁 你覺得很經典 然後讓老闆長官很高興 你覺得不找痕跡 但是又讓老闆很開心 其實有的時候 比方說出去外面工作好了 今天工作一整天 可能是出了突發大事 但是一整天也還是要感謝 就是你的長官的調度之類 你就是默默就在你的感謝文裡面 補一句就好了 就是也很謝謝什麼的 某某長官的關心 不要太多 但是又有他 而且重點是要 要Pick他 標記他 不用太多 整篇都不用太多 就一句 非常謝謝某某長官 然後標記他 這樣就夠了 這樣就夠了 對 長官看在心裡 是不是就很開心呢 開心啊 可是我想補充一下瑞迪的說法就是 其實我們不是刻意去捧這些 長官或老闆的大臀 我們是發自內心 對 我剛剛講錯了 我們都是發自內心 我們過去都是發自內心的 對 我只是說如果有些沒辦法發自內心 他可以有這個想法 又老闆也辛苦了 但你蓋那麼久 可是我想問說老闆 為什麼會想要加這些員工的FB 你們想要看員工什麼呢 這是一個關鍵的問題 因為其實是清涼罩 其實老闆 海灘罩 老闆有的時候會覺得自己很孤獨 對啊 因為自己 真的嗎 要祝福是 對啊 然後 原來如此 想問今天穿外套 對 覺得好冷 常常覺得冷 對 然後所以就加同事的FB的話 也是希望說 他們可以直接反映一些事情 因為現在年輕人比較直接 比較直接 他們其實什麼都會在上面講 譬如說甚至環境 然後甚至說 今天冷氣冷的要命 對 就會去講一些相關的事情 然後我們可以去做一些改善 其實我也都會去留言 那其實 對啦 長官都會看對不對 老闆都會看 老闆去留言久了 他就會常常出現 他就會一直出現 而且老闆就會注意到他 對不對 注意到你 如果有不想給老闆看的 你可以把他那個 我老闆還是要問你說 你知道可以選 就是把誰評出在外 可以 我們根據有一些網路的資料 顯示說 其實職場上也有一些潛規則 潛規則 對 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先來看看 有十大的職場潛規則 第一個是什麼呢 就是上班不要經常遲到 這個遲到的問題 是很大的禁忌對不對 對我來說是大忌 是學生 因為我是一個很準時的人 以前我的課只要晚兩分鐘 你沒進來 我就把門鎖起來 就不用進來了 真的啊 兩分鐘而已 然後我覺得這個概念 就是我之前跟同學說 只要我進了辦公 進了這個教室 比我晚進來的就是遲到 也就是你要有這個 喜歡正門課的概念 所以遲到我覺得 你就不在乎 尤其是會說什麼 塞車什麼哪裡什麼 一道是藉口 你就提早出門就解決了 對 所以遲到是不是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對 因為我自己也是 滿自律性的人 我也不喜歡我的部署 或是員工遲到 可是後來我就發現說 有些年輕人 他們就是藉口很多 對 頂多呢 就是也是潛規則 我會給他們10分鐘的 彈性的時間 可是如果你遲到 超過10分鐘以上 再多的藉口 再多的理由 都不是理由 對 那在我心中 就是扣分的一個狀況 剛剛佳老師講得很好 就是說 其實我們今天 不管去拜訪客戶 或者是在公司裡頭要開會 遲到其實就是沒有理由 我舉一個實際的例子 我記得有一次 有一年也是 我們好像是要去 客戶那邊提案 然後因為好像是颱風天 反正總之那天下了 很大很大的風雨 那我遲到了半小時 對 那當然就是說 客戶很生氣 客戶當場就說 你怎麼可以遲到 我就開始解釋 我說因為雨很大 風很大 然後計程車塞車 那個基隆路 他們是市長在幹什麼 現在不搞20年 我還坐健車 基隆路搞20年 還是塞不停 我會淹水 對 客戶就冷冷的說 那你不會提早三個小時出門嗎 對 對 所以其實沒有任何的理由 就是代表你不在乎 對 不在乎 你如果在乎 你就早點 早個半小時到 你明知道下雨天會塞車 你不是預料不到的 對 那我在講 另外一個更經典的一個案例 有一次也是 也是類似颱風天的一個狀況 然後我們整個部門 就是公司的開會 非常重要的年度會議 我們整個部門 每個人都遲到 然後老闆很生氣 然後那天覺得 老闆第一個到就對了 對 老闆第一個到 因為他家就在公司附近 就旁邊而已 他一定不會遲到 然後老闆非常非常神氣 我們大概每個主管 就開始輪流提理由 就說什麼下大雨 塞車什麼什麼什麼 停車位找不到 就老闆講一個非常經典的 一句名言 到現在我都記得 他說 他說燕麗 你說說 就算今天台北 刮大風下大雨 全球股市會因此 晚開盤半小時嗎 我說不會 報告老闆 除非是恐攻 除非全世界發生了 莫名其妙的大地震 戰爭 股市才會晚開盤 那一次之後 我覺得就是所有人都嚇到 然後大家都不敢遲到 對 所以這個遲到 也非常重要 接著我們要來看 第二點是什麼呢 第二點就是不要太常請假 剛剛有講到這個請假的問題 第三個就是 講電話要輕聲細語 講電話也會影響到 同事之間是不是 跟老闆之間對不對 其實還是會對不對 尤其是讓你講很大聲的時候 這會影響 可是有的時候 我覺得講大聲有好處 真的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你在講一些 談Case的時候 就像講給老闆聽 對 要讓老闆知道 我有多有手腕 我多麼會講話 多麼會讓對方覺得 開心 對 所以這也是有個時機的應用 對 突然老闆會覺得說 你為什麼約不到 對 你到底做了些什麼 對 你的位置就是堆積和山 所以你就算了 不會有人care你位置有多亂 但是有一天 大家就是坐在這邊 就發現你怎麼會 過癮 而且越來越多 已經像是我們這邊 已經有它的巢穴了 於是大家就開始大搜索 早說它在哪邊 結果就在 在該圓的座位下面 發現已經放了 半年的便當 半年 對 半年便當應該很臭吧 好 第四個就是不要宣揚 他人的八卦 這個是大搜索 很多人在職場上會這樣子 對不對 對 因為其實大家下班之後沒事 會聚在一起抱怨 公司什麼 可能一個公司裡面 也有不同的群 不同群的人 可是老闆會知道嗎 老闆會知道 大家會知道 老闆怎麼知道的 大概都會看說 因為應該是每一群裡面 都有幾個跟老闆比較熟的 被打小報告是嗎 因為他想要利用這些機會 跟老闆比較親近 所以其實你們講的八卦 老闆人都知道 是喔 因為你可能在抱怨 然後你可能抱怨價太少 抱怨老闆人太差 福利不好 然後你跟你的好朋友講 對 結果你的好朋友說 對 真的是這個樣子 後來 因為老闆已經知道說 這個狀況了 所以老闆把你打入黑名單 後來你離職了 結果這個同事在他FB說 哇 我們的福利好好 又出國 又什麼 對 等於是說你可能 因為你喜歡講這些事情 可是你旁邊的那個同事 他沒有 不知道他會講什麼 對 或者說 不知道他會去跟大家講什麼 所以這個八卦還是要小心 是一定要小心 所以有時候你的情緒的發言 不要覺得只有他知道 對 你要去想像他也有可能 哪天會拿去報告老闆 對 真的 那我也聽說過 有那種就是 明明是我跟你complaint 然後你只有回答說 對 就是這樣 之後呢 他說我也是這樣覺得 對 然後之後我就說 那個一家都這樣覺得 一家都覺得 對 這種很可怕 所以要千萬小心 好 再來看第五點是什麼呢 就是不要太自大高傲 這個也是機會對不對 這個滿多人會這樣子的 好 第六點是什麼呢 見到老闆要問聲好 這一定要 基本禮貌 基本的 基本禮貌 就是要好言好語的 見到同事也要 對 好 第七個是 開會的時候不要玩手機 現在打氣對不對 現在很多人都是滑手機 對啊 這個真的讓人家 無法接受 如果說你在那邊玩手機 就表示你完全沒有focus在會議上 就是不想你來幹嘛 對 但有些人就會說 我用手機在記錄 喔 他用手機記錄 會議記錄嗎 對 可是我可能比較old school 我還是覺得不論怎麼樣開會 我就是會拿紙筆 因為用手機記錄很慢 除非你錄音 你打字你應該是打字 你不可能在那邊滑來滑去 或者你偶爾查查東西可以 可是如果是一直低頭在那邊 那就是玩手機 其實還有一個就是說 瓜田有下 我還是不建議你用手機記錄 因為看的人會覺得你在玩手機 就在玩 其實你真的 那我覺得你就 就是那個觀感不好 對 你可以換一個載具 例如說你可能拿個電腦 打字看起來比較正式 沒錯 其實你還是在玩LINE對不對 但是看起來你比較強在做事 那我覺得最基本款 還是拿筆記本 拿支筆 看起來你真的是比較尊重 不管是開會的其他同仁 或者是老闆 這是一個尊重的問題 一個基本尊重的表現 我覺得現在的確很多年輕人 就是三歲的朋友 你現在手機很方便 你打字也很快 甚至用錄音 我覺得你可能錄音之後 你就放旁邊 你還是要記一些重點 這就是一個人之間的觀感 江老師這一點 我有完整的解決方案 怎麼說 我們公司是禁止大家 在開會的時候玩手機 滑手機 你可以接電話 但你不能滑任何手機 關於會議記錄這件事情 我們每一次的會議 都有一個人專門做會議記錄 而且做不好 會被老闆罵 會被頂死 他一定會做得好 會議記錄有SOP 你要把所有同事的發言 寫重點 寫完重點之後 同事要提出Solution 我們要提出建議解決方案 你也要寫 寫完之後隔天發給所有的 用E-mail發給所有的同事 所以其實你 就是沒有理由說你在 所以就不會 一而不決 決而不行了對不對 所以開了會就自然有些決定 好 接下來看第八點是什麼 不要談論太多的私事 這其實跟這個八卦也有點像 不要話太多 做就對了 第九個是 不要不懂得感謝 就是這是現在很多老闆的 就是心中的痛 為什麼 他明明掏心掏肺 為這個員工做了很多事情 可是員工都認為 反正我是員工嘛 理所當然 是不是老闆最覺得最心痛 就是理所當然這四個感覺 對 常常會這麼覺得 為什麼 就是有的時候呢 你不可能現在的心理在滴血 對 在滴血 你看你都快滴血 你又快掉了 快掉了 為什麼 因為你可能常常想到說 你今天看到好吃的甜點 你就買回去公司大家吃 好 那你每個月都買 結果呢 有一個月沒買 一到三月沒買 四月沒買的時候說 這個月怎麼沒甜點 對 這個 這個是一種人性的這個 對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可以時常感謝的話 因為不管是在工作上 或者在生活上 我覺得感謝都是一個很重要的 你要把它當作理所當然 我覺得現在就是有時候 你得到一些好處 你就要說聲聲我好 謝謝 或者是說即使沒有 你不要說怎麼這個月沒有蛋糕 這種感覺 就是你要覺得有是多的 對 就是已經很好的Bonus了 對 好 最後一個我們來看的是什麼 良好的衛生習慣 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 你可能要隨時辦公室 保持清潔乾淨吧 對不對 但是有的人就是特別 不願意清潔他的座位 結果真的是壞事傳千里 像是呢 曾經有個同事 我看你猶豫了一下 不好意思說 我看你猶豫了一下 這個感覺是很有名的人 因為這個很有公開呢 反正有個同事呢 他是出了名的位置就是 堆積如山 所以你就算了 不會有人care你位置有多亂 但是有一天呢 大家就是坐在這邊就發現 怎麼會有過瑜 過瑜 而且越來越多 他已經是 就是已經像是我們這邊 已經有他的巢穴了 於是大家就開始大搜索 早說他在哪邊 結果就在 在該圓的座位下面發現 已經放了 半年的便當 半年 對 拜景不是長久發美了 他已經放了半年的便當 然後呢 為了要就是 解決這件事情 大家還開直播 錄影 開直播 然後天下就說我們來看看 這個位置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要譴責他 對 要譴責他 而且就是 我覺得良好衛生習慣 也代表個人的形象 因為之後只要公司 哪裡出現了果蠅 大家就會說 那我們是不是要去檢查 本位的 對 所以衛生習慣 可能也會變成同事之間 讓你覺得不太好 對 尤其是你如果坐在隔壁 你那個心情就不好嘛 用果蠅飛來飛去 這怎麼受得了呢 可是我們剛剛有講到說 在職場上 很多話術要講 很多說話的藝術 可是有一些話呢 就是千萬不能說 哪些話千萬不能說 對 就是在應徵的時候 應徵的時候 有什麼話不能說呢 老闆 對 比如說像我自己 當了多年的主管跟老闆 其實我很討厭一種員工 他在interview的時候 他講某一些內容 那我是當場不會錄取他的 像什麼 比如說 像有一些社會新鮮人 或工作一兩年的新鮮人 他就會說 那個老闆姐 我不是很懂 可是呢 我很願意學習 這方面呢 我真的 知識不是很豐富 經驗也不是很豐富 但是我真的願意學習 我聽到這我就把他打擦 可是 為什麼 不是很多都這樣是願意學習 對 如果什麼都不懂 你願意來學習 我幹嘛花錢請你啊 你去當實習生就好了 你要展現說自己的才能 對 所以我比較喜歡的新鮮人 反而是另外一種方式 他們可以跟我說 老闆那個 雖然我才畢業一兩年 那也許我有很不足的地方 但是我已經做過功課了 公司的一些企業文化是什麼 而且公司未來要朝 哪個領域去發展 我覺得我有哪些專長 可以幫公司帶來一些 加分的一個效果 代表他有先了解 就準備了 對 或者是說 我有哪一些是我可以 立刻可以運用上的 一些專業的一個能力跟知識 我只要聽到這些內容 我就覺得 哇 你有做功課 起碼你會有下次面試的機會 講話的方式就會不一樣 所以你們自己在應徵的時候 有沒有特別會去注意 哪一些講話方面 我自己之前有應徵 例如說要應徵助理好了 我就會特別注意 這個人有沒有做功課 例如說我曾經 我覺得做功課有沒有用心很重要 就像燕麗姐講的 那之前我就 例如說我就問她說 我就問很簡單問題 我說你可以隨便講一下 我們公司幾個品牌嗎 其實公司有七個品牌 而且在入 你一進門七個品牌 就掛在門口 所以你一定會看得到 對 結果他竟然講不出來 那你就覺得 這很扣分啊 對啊 你就算沒看到 你要來應徵之前 你應該要先做一下功課 這個公司下面有什麼 就好像我們學校在interview學生 你知道我們系上有幾位老師嗎 你怎麼可能選得上 對 所以我說有沒有做功課 光就是很簡單的一個問題 先測試說這個人有沒有做功課 就知道 而且我覺得找到跟這個公司 這個企業的關聯很重要 你跟他有什麼樣的連結 像我之前有面試一間公司 他是非常專業的一個電視台 然後他要去的時候 很多人去面試 然後他要考的就是任大頭 任一些大頭 還有中翻英英翻中 都是非常專業的paper 但是我去看到這些 我就想說慘了 我絕對不會上了 中翻英英翻中 這麼專業的 他有很多專有名詞 根本都看不懂 然後呢 我只看得懂Q1Q2 結果 結果看不懂 然後結果呢 最後就是最重要的就是面試 面試的時候呢 那時候那個主管就有講 我講了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是說 其實我們全家都很喜歡看 這個電視台 而且其實我們都會鎖定 哪些的節目 哪些的頻道 然後看哪些東西 然後我自己也滿喜歡 哪些內容的 所以反而讓那個主管覺得說 其實你有在 你真的有在了解我們的電視台 所以他就覺得說 好 他就直接講說 那你明天就直接來 直接實習 他就是要有心的人 而且我的履歷是一張白紙 當然我還是有準備其他的東西 不是像燕麗姐說的 我希望能夠學習 因為我還是有準備 我以前做過的作品 有備而來 但是我覺得 那個關聯性是很重要 你跟這個企業 有沒有什麼情感 什麼樣的連結 也是要做一下功課 對 那除了在應徵的時候啊 其實還有很多像是請假的時候 請假的時候你們會怎麼跟老闆說呢 比較好的說法 怎麼 我自己都是實話實說 但是我必須要講一個 我曾經看過很誇張的 什麼 就是呢 就是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同事 他已經 跟老闆說他 要離職了 那老闆就說 好那就大概兩個禮拜後 你在 你就離職這樣子 結果他隔一天呢 就跟老闆說 那個 某某姐我下午要請假 因為我要去 某一家公司面試 蛤 不會吧 有這麼白目嗎 真的假的 就直接這樣講啊 對 而且他大概是可能 一個小時之後就要離開 他就說我等一下就要離開囉 這樣子 然後那某某姐就 整個很活道 他就說 好 你明天就不用來了 是 就真的很白目 而且我告訴你 這個不是只有這個公司的問題 因為很多人在跳槽的時候 他都在同一個業界 對 大家彼此會互相傳 所以你不要覺得說 反正我要離開你這家公司 我就擺爛 很小的 你不管跳到別家公司 或許以後你的主管 是他的好朋友 對 最多有可能會遇到 所以真的不要覺得說 我離開這家公司了 我無所謂擺爛都好 別忘了 世界很小的 一定會遇到 所以老闆們 最不喜歡聽到 請假的話語是什麼 江老闆 請假的話語就是 譬如說 試駕有事情 要去那個 譬如說他要出去玩 他其實實際上是出去玩 實際上是玩 對 實際上是去玩 他用了什麼樣的方式 他最常聽到的是 家人生病 家人生病對不對 然後那個媽媽 今天臨時怎麼樣 這個是沒有辦法拒絕的 對 所以最常聽到的都是這些事 但是這種事情最容易擺爛 對 然後因為沒有祕密 他可能就是剛好 你說媽媽生病 可是可能不小心 看到人家看電影 媽媽 媽的FB老闆也有 有可能 現在很多是這樣 員工請假 說生病照顧長輩 結果帶孩子出去玩 就孩子FB打卡 Take爸爸媽媽 對 這有可能 然後那個長官就看到說 你不是帶媽媽去 怎麼跟孩子出去玩 那請問一下 如果他很老實的告訴你說 我很久沒帶我小孩出去玩了 我可不可以請試駕帶他出去玩 你會不會比較舒服 這樣子一定可以 因為我覺得說 你說別人生病的話 這有一點好像是 他沒有生病 所以大家不敢老實講 要帶小孩去玩 要帶人家去看電影 其實我覺得要看老闆 因為其實有些老闆 也是真的很開放 也很開放 挺員工 說真的你實話實說 但他也知道說 這段時間大家工作的壓力很大 你說你想照顧家裡 其實都能夠站在 員工的心的角度去體諒他 對 但其實還有像是遲到 或是你要拒絕老闆的時候 有沒有燕麗姐聽到一些 你覺得他怎麼會這樣子 講出這樣的話呢 拒絕老闆 這個我就專門厲害了 對 常常拒絕老闆 對 因為其實我有一任的老闆 脾氣非常非常的差 業界非常非常的有名 所以每次當我們 就是提一些案子給他 或者是說他自己 有一些新的想法的時候 如果你當常拒絕他 我就開始開罵 然後呢 罵到那個玻璃會震動 甚至他不爽的時候 這麼大聲 老闆不要對號入座 天啊 而是他心情不好的時候 他就是摔東西 摔書 摔花瓶 在員工面前就這樣 在我們面前都這樣 所以其實我很害怕 他會當下會生氣 或者是有其他比較激烈的 一個行為 因為他的辦公室太多古董了 摔壞之後他可能會怪我 有一次老闆就是 也是突發起想 叫我做一個什麼什麼 新的一個產品 但我就覺得說 那個東西不是公司 應該要發展的主力 而且我也不認為 未來有些新的一個 市場的一個契機 但是因為我害怕他生氣 而且他非常愛面子 我沒有辦法當場拒絕他 那你怎麼處理 對 我就直接跟老闆說 老闆 你好棒 這個idea 業界還沒有人提出來過 我覺得這個市場 應該是大有可為 先稱讚他 對 我先稱讚他 我說但是老闆 這個因為是新的市場 我可能需要花個幾天的時間 做一個研究 看看我們到底要怎麼樣 去具體去實行 老闆你同意 因為你有承諾他要花個幾天時間 結果幾天之後 我給他另外一份提案 我給他另外一份提案是 老闆 不要做這個東西 因為目前市場上沒有人做 不是因為我們厲害 而是因為之前有別人做過了 結果通通都失敗 所以你還提出一個證據 而且是數據 給他看 他就會被你說服了 他不但沒有被打點的感覺 而且因為我前幾天有稱讚過他 對 然後又具體提出了 一些新的市政告訴他說 死路不可偷 我們不要硬闖 對 換小別的路 真的是高招 對 就化解了我們之間 彼此比較緊張的關係 所以怡嘉 你看說話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好 那我要做期末考了 期末考是什麼 如果你看到同學會 對 看到我同學變胖了 妳要怎麼說 我說 你今天好像有特別不一樣 看到同學皺紋變多了 妳怎麼說 當然就不會特別去講 對 就是看他一下 如果衣服搭起來不好看呢 衣服搭起來不好看 不會 怎麼樣都要稱讚他 就說他今天穿得很可愛 有沒有 一轉眼 我們一個小時的節目 馬上一下就進步了 我說你穿穿得好特別 高分通過給你掌聲 好啦 所以大家在職場上 真的要好好的說話 在職場上就會一點都不卡了 是 今天謝謝我們色的來賓 還有我們專家 跟我們分享 做我們的故事 三十卡卡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